哈囉 大家好 我是狂人 新的一年第一部影片 我要許願一下 這部影片想要一萬人觀看 好了 這個不是重點啦 重點是今天的影片有三個看點 你們看好囉 第一個看點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用最快的速度把原子武士抽出來 這一點當然是沒什麼 不過還是有很多奇蹟的事情 好了 開始 等一下就要準備歡迎第一個看點了 狂人也當然沒有睡覺啊 然後我們就利用一個小時把原子武士 你們看這一次只有20抽 這個僅僅是第一個小看點 有沒有 等一下有一個超級大看點啊 可以說是給台服的觀眾做一個參考 甚至東南亞服 因為狂人抽卡呢 過去從來沒有這種經驗 真的沒有 等一下給你們看 不會太久 我的影片也加速的很厲害 這個片長也有點長 然後後來呢 我的原子武士給你們報告一下 攻擊力是102萬 也就是今天只有唯一一場戰鬥畫面 你們記得囉 102萬的原子武士 好 黃金球 大概約末二十幾秒鐘 奇蹟的事情要發生了 不是這個 這個不奇蹟 抽原子武士給黑光 也是很奇蹟 但是不是今天的重點 好 那等待下一個來臨 目前跟以往都一樣 有沒有 46 目前抽到46 你們看次數 下一次就是56囉 我們先來領一下獎勵 領完之後 有進化石了 把它點亮起來 接下來 看好你們的眼睛囉 好 56 我這一次抽 按理來說就會有一樣東西 很可能對不對 好 有覺醒時了 歐洲人要來了 這個就是本片第二個看點 七十抽 五次 哎呀喂呀 怎麼這麼多啊 哇 這個提早就收工啦 就差一顆進化石 之前沒有存啦 好 我們來看到100抽 我們現在其實已經 OK了 就是差一顆進化石 所以你最快就是120啊 你要再更快 幾乎很難的 因為剛剛那個也是夠奇蹟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今天開始的時候 準備160張黑劍 今天 僅僅使用120抽 就把原子武士給覺醒起來了 準備把原子武士送去覺醒殿堂 目前覺醒之前把材料領完了 領完之後 來了 剛剛稍微又點一下進化石了 三個四個 原子武士 烏雙 原子武士 好了 又是一道光芒 這個神奇的光芒 噼哩啪啪 哎呀 斬過去 漂亮 360度 收剪 你也整晚沒睡覺嗎 叼著牙籤的小男孩 欸不對啊 是帥爺爺 欸不對啊 很帥氣的少年 好了 我來了 這個舊版的原子武士 你應該要下去了 我們換成新版的 一樣是叼著牙籤的 來了 他真的來了 當然啦 這邊也是給他加速 給他穿上全套的滿心裝備 一個兩個 哇 這邊少一個武裝 我們用最快的速度 10秒 9秒 8秒 7秒 6秒 看刷到什麼東西 防御力 最後 黃人有用鎖頭 稍微重置了兩次 三次 這邊就帶過不看啦 給你們看最後一次啊 這個屬性也不怎麼樣 稍微弄一弄就好了 有一條攻擊力 不是這一次 是下一次 當然這個重置的界面 目前跟台服不一樣 你們看到畫面有沒有 跟台服不一樣 等一下還會給大家介紹 第三個亮點 第四個亮點 好了 這個搞定了 搞定之後 我們把這個卡片給他升到六星 六星之後 等一下把徽章 還有武器給他搞起來 六十幾 八十幾 一百 一十 五幾 oh...有應物 我的無雙炎之物是來了 由於這個材料不夠也盡力 反正攻擊是102萬就是102萬 狂人不會騙你們啦 你們看裝備就知道啦 這裡開一開 其實呢 如果再給我多一點時間 應該是可以用到130萬再更高也沒辦法啦 因為我的鑽石不夠了非常抱歉 你們看到了2670萬戰力 前幾天直播我說要用BOMB的核心重新點燃戰火 一局把許譜核心給他拿下來 好了 戰鬥馬上開始 這一場我們就先選了一個有球榜的好了 這戰力也比我們高 他用許譜的核心 原子武士主要是給他降步驅嘛對不對 特化步驅降兩次 你們看這個反應哦 我們現在這一套打法是先給他降了兩次 之後讓他特化步驅變少 好 最後又有阿修羅給他好好的修底盾 好 許譜 許譜紅過來之後等一下輪到原子武士了 原子武士又可以造成多少傷害 102萬攻擊 321來了 這一次 還有1100萬 還有第二下哦 第二下 哇 也是1000萬啊 兩下差不多頭 第二下稍微 他對面的步驅只剩下一次了 阿修羅再催過去 這個步驅 步驅兩次零次 有一些已經零次了 哇 超級快啊 所以你也不用看許譜核心啦 如果你帶上許譜核心 雙方都是用原子武士 這個戰鬥時間縮短的非常多 不過球方依然看起來還是可以用的哦 1060萬 388萬 我覺得這個傷害可以打700多萬 OK的啦 不過原子武士也被他少掉了 少完了之後還有一隻大家最關注的波羅斯 剛好台服今天也出了 波羅斯這一隻專屬武器 2320萬 哇 倒成一片啦 以往崩普核心打許譜核心 在這個時候 並沒有辦法打成這個樣子 就是原子武士剛剛那一盞起了作用了 很明顯起了作用 目前黃人看到這裡得出一個結論 無論你用什麼核心 原子武士在場上 他的作用就是讓敵人更快的倒下 但同時他在場上 存活時間一定沒有這麼長 好 秋棒打過來 我的意思是說 無論他是不是在什麼核心 在許譜也是一樣 他的存活力絕對是沒有這麼長 看得出來 好了 這一場戰鬥 風浮獲勝 接下來我們到災害來襲 打一下古代王 給你們看看原子武士又有多狂呢 原子武士搭配阿修羅 剛好來了兩個新手 直接開始了 然後等於在這一場我們打完 我給大家進入下一個階段 你們就可以直接搞懂 原子武士到底是做什麼用的 好 原子武士這一盞 450萬 還有阿修羅 阿修羅又有多少傷害 看一下 900萬 900多萬的阿修羅 910萬的傷害 還是比原子武士還要痛 明解王也準備一個反攻 反攻完了到了第二階段玩 應該就直接結束啦 沒有得打了 剩下一口氣 二狼又上了一個內傷 原子武士沒有氣了 普攻 接下來我們到陸服最新的模式 也就是給你強化紅色裝備的在王者挑戰 這邊有普通惡夢 目前開到的王者 裡面有幾個角色 我們現在隨便打一場 我們用兩套陣容 這邊擺上原子武士 第二個用阿修羅做主要的輸出 主要是給你們看 對手剛好有特化布區 你們看兩場戰鬥時間差在什麼地方 這個是第一場有原子武士的情況 好打過去之後 這個都是有特化布區喔 每一隻複製人都有喔 然後你們看複製人倒下的時間 目前是第一回合對吧 複製已經零次了 也就是說等一下一秒的普攻給他上去 他就要倒下啦 超級快 有沒有 超級快 一個打完 還有雷光源氏 殘血也倒了 複製人再開個幾槍 到了第二回合 等一下原子武士就直接做一個收頭了 收頭之前 先來看一下索尼克展望 收頭 350萬還有一口氣 在打自己的下當然是沒有作用阿 不過等一下普攻一連環 還是一樣全部都要倒下來 特化布區已經沒了 這個是第一場的速度喔 那你們看看第二場慢多少 你們就知道原子武士到底是什麼作用喔 到底有多強 準備進入第二場戰鬥 沒有原子武士的情況 對手還是有特化布區 哇 阿修羅模式兩個阿修羅布打 我們其他角色傷害多少不重要啊 來看布區就好了 等一下這一連環攻擊 剛好龍卷在打 龍卷的傷害也比較可以 打完之後現在已經觸發了 特化布區 有一個 有一個複製人已經觸發了 對吧 我們剛剛上一場 打到第二回合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結束了對吧 這一次 第一回合很顯然 他都還有這麼多特化布區阿 所以根本是沒辦法打完阿 整體而言 你要練PVE的話 不管是PK還是PVE 原子武士就是百分之百必抽的角色 不要懷疑 因為你要升級紅裝也好 要打材料也好 你要打這個模式 你就是要原子武士阿 就算沒有的話 你前面可能可以打得過 但是在我看來 雖然狂人這個賬號沒有打到後面 但是目前看起來 一定要有會比較好打 對不對 好了 那麼第一集 原子武士的單元 我相信你對這隻角色 一定會有一定的了解 第二集狂人再來看一下 要拍什麼樣的內容阿 有可能再跑回青銅組測試 也有可能沿用這個賬號測試 也有可能開一個更高攻擊的 我們再來想一下囉 哎呀阿修羅 這一回合就打得比較慢了 快打到第三回合啦 好了 今天的影片告一段落 我們明天再見了 大家拜拜